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母亲节的前夜 我和妈妈一起来西子湖四季酒店吃饭 给妈妈庆祝母亲节 让妈妈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这次的活动是一个中国餐厅周的活动 它可以用便宜的套餐价格 吃到昂贵的酒店 好的谢谢 带妈妈来吃昂贵最好的餐厅 大众店的唯一家 黑珍珠三串的金沙厅 旁边的新餐厅 大家有什么体会和感想 现在我们 酒店已经散了 蛋包也已经散了 我们等一看 我们来干杯看看 妈妈说所谓的米其林 就是大大的盘子里放上少少的食物 吃到最后一套餐厚甜点和咖啡茶 小方你有什么感受 吃好饭了 我们在大堂里坐一会儿 进行一个母子问答 我要问妈妈的问题是 妈妈18岁的时候 就把琼瑶小说全部看完了 我想问在母亲节这一天 问妈妈 当她得知怀上了我 即将做母亲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琼瑶的少女 是什么想法 没什么想法 就知道怀孕了 然后是个儿子 我就感觉是个儿子 老婆很期待 现在看了 这儿子真是很对的 又说说 我真的很喜欢我儿子 你问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妈妈在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母亲 她也不排斥新鲜的事物 当我做出了决定的时候 她也不会来 不会来比如说否定我 她从真心里面支持我 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妈妈 同时也祝妈妈母亲节快乐 也祝天底下所有的妈妈 都母亲节快乐 也祝天底下所有的妈妈 那我们快乐 等七波辣就到这里 拜拜